仔细整理厨房台面 接着确认备料区有没有缺漏 还要检查外场一切就绪后 准备迎接中午尖峰用餐时段 从事餐饮工作四年多 从学生时期就开始打工 到如今从厨房到外场 每个细节都能掌握好 现在餐厅迎来景气复苏 缺工到成了一大考验 都蛮缺的啦 以大部分来讲都蛮缺的 店长部分都有在询问真人 以服务业来说 目前对餐饮人才需求度 是非常的高 特别是不管是内厂 或是外厂的服务人员 还有我们的中阶高阶的主管 也是需求度是非常的高 现在在餐饮业 普遍都面临缺工的状况 不过劳动部公布的一项最新数据 显示在放无薪假的人数 已经来到了五千七百六十三人 就是创下半年来的新高 而其中主要都是落在制造业 其中又以全产类别冲击最大 其中制造业人数就有高达四千五百九十三人 新增的实施家数有二十六家 人数增加六百七十九人 主要是制造业当中的化学工业 其中一家橡胶制品业者 因为订单减少首次实施减班休息 人数大约两百人 有一家化工厂订单突然没了 所以就两百多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案 比较麻烦的是另外一个制造业 是要金属制品业 其实主要就是那个扣件业 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 那个日并一直贬值 那我们台湾当然就相对受冲击 可是我觉得第三的大冲击是中国的同样的业者低价清销 这个是最严重 最严重 那这个已经低价清销到我们扣件业 钢铁业都受冲击已经一年以上了 再来看看其他传统制造业 包括金属机电工业 车床业者 以及汽机车零组件制造业者 和金属制品业者 都是受到订单减少 增加实施减班休息的人数 另外以地区来看 除了新北市 高雄 桃园 这些制造业集中地之外 花莲也是窜身速度加快 专家分析主要受到接连天灾 影响当地餐饮履宿业者的经营 严格讲是自从4月初 那个花莲的地震之后 那最近当然是因为台风 4月以后其实花莲地震 他们的旅游业还有相关 像饭店业 还有一些旅行业 旅行社的行业 都有受到蛮大冲击 劳动部我的理解 他们也鼓励这种旅行相关行业 你如果真的营运出问题 那就是也要实施减班休息 那劳动部也有去年11月就公布 旅行相关行业 你如果减班休息 你业者也可以跟劳动部申请 那个薪资差的补贴 专家指出 不只受到美国大选影响 长期也因为中国大陆 低价强势的状况 导致台湾制造业面临巨大挑战 尤其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 价格势必不占优势 政府除了提供资金补助 恐怕还得有更全面的配套措施 去年11月公布的那个对8种行业 8种行业除了旅游业外 其他都传产制造业 去做那个薪资差补贴之外 它那个本来是半年为期 然后前几个月就又延长了 三个月 那三个月现在也快要到期了 是不是要再延长 这个就要劳动部他们去决定了 现在就担心中国会再大量的 更大量的低价倾销 那会不会他 你的补贴如果结束 他有的真的撑不下去就到了 台湾传统制造业多是中小企业 要保障劳工权益 也得平衡订单收益 从政府到业者 恐怕都得下功夫找出突破口 TVB新闻 与现在流军台北 采访我都